今天是《铁道飞虎》上映第一天 主演之一黄紫超却在昨晚参加完手艺会之后 在匆忙赶往机场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 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 根据爆料的路透照 黄紫超当时连起身做检查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躺着让护士抽起花眼 这画面看得小八哥都心疼 海浪们更是纷纷留言表示 快点跑起来 我们还要跟你一起干大事 其实为了影片宣传 黄紫超最近始终处于全国倒置飞的状态 21号刚刚高铁回到北京 22号的《铁道飞虎》首映里 连采访环节都没顾得上参加 就又直奔机场 前往上海拍摄团判官 有本次表示 在接机时就发现他不停咳嗽 连眼皮都大了下去 完全不似网狱 帅富狂转的镜头 黄紫超工作人员随后也向腾讯置给抗路 黄紫超晕倒 正是因为身体扛不住 在这里小大哥祝黄紫超早日康复 大家都在等你 带来更多快乐呢 天仙配大神的三生三世十丽桃花 在广大严狗的翘首遗憾中终于曝光了预告片 短短25秒视频 高甜虐变天下狗 桃花林中 百丽太子和青秋上神深情一吻 转眼到了天宫 又是另眼相望 绸缎情人长 虽然这短短的预告片已经对大家形成暴击 但网友们表示 还想看到更多的甜蜜画面 比如之前曝光的剧情海报里 刘亦飞洋洋温泉公寓的缠面画面呢 还有刘亦飞给洋洋竖发的温馨场景呢 小八哥和大家一样一边被虐一边渴望着 再多拿些冰冷的狗粮往我们脸上拍吧